换机油大概30至50块钱 但是呢我没这个钱 因为我赚的工资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我就决定自己来换机油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自己来换机油 全部的成本价才是35块钱 一样很穷的话 想节约钱在机油上面的话 就自己买这种长城机油和长城的几率 只要35块钱 然后自己换一下 就可以2万公里一换 还是热的看到没有 国外的工时会太贵了 差不多30至50块钱 是我大半天的工资 所以说考虑到这个的话 我就花个30 40块钱自己换一下 而且呢这个油是非常好的 最好的那一种 换的话得到的成本就很低 但是呢品质是最好的 无非就是搭30分钟而已 这有螺酸 把螺酸清理干净 螺酸放在下面就好了 OK 好了行了 现在就等它留吧 把这个给它淋下来 11月25 2021这样子写一下 我就知道 如果说我忘记了 什么之类就 20 487 1ml OK 这样子我就知道了 因为太忙了 有时候真的实在没时间去换这个 这是把面签买的吧 就是油 上次盖在这里面 你可以把它倒满 你可以拿进方法的吸收进去 你不用倒太满 你没事 其实可以了 上次搞得倒数 对啊 你要加点那个消毒水进去 哦 要流出来了 赶紧拆拆完 把它弄掉 想说一下哈 你们可以自己做个功课 这个EP020美孚的这个机油配方哈 今年它大改版 所以说发动机跑起来的时候 给油啊什么之类 非常的平顺 而且发力非常的有力 有的人说 016出了 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这个反正用过的人都知道 我也做过很多尝试 去推荐其他小朋友去用 可是他们不相信 那我就自己一直用这个 首先呢 我花这种三四十块钱 自己换一下 能跑两万公里 你呢 五千一换 一万一换 你每次去换机油 可能成本是五六百 那我没有这个钱 你可能有钱一点 那你就只能自己去换 或者说是叫别人花五六百块钱去换 我看到都觉得挺心痛的 你知道吗 明明可以节约钱 可是他们不听 那没办法 我就只能纷纷想想这种视频 自己也顺便做个记录 OK 上次我也是这样子累 然后呢 接着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螺丝给它装上去 就放油螺丝 这个螺栓 哇 好烦啊 还在低油 这里呢 我就放一个彩蛋哈 如果说在评论区下面评论的小朋友呢 还有就是转发 分享 就是推荐 它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免费的那个 机油滤清器 就是你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 相对应你们那个2.0型号的那个机油滤清器 当然机油是不送的 机油的话 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我就这回绝对不会说是发生三次那种状态 就是傻的到处都是 学买了 看一下 好啦 我就布了这个是吸油纸啊 预防我这种傻子不太老的做事的人 有傻的到处都是 耶耶耶耶 又到了 OK 嗯 还顺了一点 还顺了一点 等一下再弄 OK 现在呢 没事了 没事干嘛 只要静止一会 静止一会 等一下给它盖起来看看有肉啊什么之类的 好嘞 这次就换油 哦 快快快快 还有呢 还有就是下面这个拉资料漆一下 我把它弄一下 搞不好 好了 我把它弄起来了 有机油加上这个酒精筑篮 其实火也蛮大的哈 用了这个这种酒精 它可以很快就烧起来 蛮温暖的站在这里烤火 蛮舒服的 其实天气挺冷的 说实话